属狗的朋友 属狗的朋友今年在2023年運程方面相當順利 事事順利, 吐氣揚眉 貴人周圍都是 特別多人幫助, 特別多人扶持 属狗的今年是太歲三合年 代表著容易有起事, 也會有升遷 工作方面容易有變動, 但全部都是向好的 所以今年太歲三合年, 属狗的朋友可以好好享受大展拳腳 在吉星方面, 属狗的朋友今年有紫微星 容易成為一個重要人物, 或者成為公司, 或者你的機構裡的一個中心人物 人員、財運也會因為這顆星而變得相當好 所以今年属狗的朋友, 人事財運, 事事順利, 樣樣亨通 另外也有龍德星, 龍德星是一個男性貴人的星 所以在未來2023年, 也容易有人幫忙 記得找幫忙的話, 就要找男性 不論你本身是男性, 女性, 或是第三性別都好 你今年如果想找幫忙的話, 記得去找男性幫忙 在空星方面, 属狗的朋友今年有暴敗星 容易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 突然之間急速變壞 所以今年就有心理準備, 事情好也好 可能會有一些差池出現, 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一般來說, 暴敗星出現了也好, 影響不會太大 最終結果都是會變好的 所以中間只會有一些小插曲 大家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所有東西都有一個Plan B 去到空星方面, 還有一個叫天煞星 天煞星其實是指一些東西從高空跌下來, 令你受傷 所以走的時候, 盡量不要走過一些工地 看到附近有些比較遙遙肉聚的招牌, 就真的走遠一點 容易會因為這樣而受傷 整體來說, 熟狗的朋友今年事事順利, 樣樣都好 希望你們今年2023年都過一個快快樂樂的肥年 好, 祝各位熟狗的朋友 新一年萬事如意, 心想事成, 身體健康, 恭喜恭喜